华丽瓦解前的一刻 我们到了希腊 看不出美不美丽 满街都是土鸦 地铁上 咖啡店里 还有破掉歪掉的交通灯讯号 这幅没钱了 连修理和清洁的钱都没有 大家就在铁皮铃时围起来的 邮局内寄信和上班 喜欢历史和诗歌的希腊人说 我们都习惯了 失业率40% 150万人找不到工作 47%的企业半年付不出薪水 商店倒闭的速度 每星期两千一百间 和先生住在雅典郊区的一个老房子 又大又黑又冷的老房子 不敢开灯和暖气 老先生和老太太就坐在厨房里喝着凉调的咖啡 政府没钱了 唯一的方式是真税 像瓦沙利斯太太住了大半辈子的房子 自己买的 却要付租金给政府 还有另外三种房子税 老先生和老太太有点搞不清楚新税的名称 反正没有选择 两个人要多缴的税 一年就是5000多欧元 20万新台币 法沙利斯先生和老太太是典型的西拉人 家里不是特别有钱 祖父那一代是卖冰块的 就在那个没有冰箱的年代 家里穷的唯一可以玩的 就是拿着黑炭在脸上都鬼脸 政府和人民的想法 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被盗而持的 大概从政府和人民 都没有钱的时候 有车子的要缴税 有工作的要缴所得税和职业税 最近还多了一种团结税 希腊缺少的真的是团结吗 沙利斯大概是雅典最老的复健师 上星期刚过71岁生日 自己的膝盖都快没办法动了 每天还是得工作14个小时 当大家以为希腊人都在阳光下喝咖啡的时候 他跟太太很想退休 但在年轻时候 辛苦公款的退休年金被删了五成 政府没钱了 连劳健保的钱都付不出来 病人付两成的诊证费 过去一年多 政府还欠巴沙利斯钱 13万3千欧元 13万2千块新台币 这些人会对此 在这些人买来的 是你中文不可以 不可以 你不可以 能不能得到 这些人买来的 你都不会跟着我 你出生了一个谈计划 你求你 我做了一个谈计划 这些谈计划 这些谈划 这些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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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在与弥格 这些谈计划 在那些谈计划 在路上 西纳人失去盼望 当第一位奥运金牌选手 落魄地要把奖杯卖掉 当国家穷酸的 连巴特隆神殿的保安员都请不起 不是金钱或房子 像一位年轻希腊人跟我们说 人最后失去的总是盼望 西纳是每天很早来到鱼市场 很熟练 看不出来他在大学生意快进 在混合着鱼心胃和鱼血的环境下工作 没有比会计师轻松 西纳总穿着 阿迪达运动服 穿好的头发 没半小时就得泳脏 六个月了 西纳还在努力地使用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CMOS很认真地建议老板换了又新又亮的招牌 又帮忙找更便宜的鲜鱼通路 CMOS说即使在鱼市场 他还是鱼市场里的快捷师 年轻人的志气是怎样被时代磨灭的 两个希腊年轻人就有一个在识别 CMOS工作的鱼市场 每天的薪水只有十块欧元 四百块台币 还买不到几尾像这样的鲜鱼 像CMOS说的 我们都卑微地活着 我们离开希腊前一天 一位77岁的钥匙自杀 遗书上说 想在翻垃圾桶找食物前 结束自己的生命 三小时内 透过网路集结的几千名希腊人 占据了整个国会广场 他们大喊 在最艰难的时候 我们被国家背叛了 这个晚上混合了大量催泪气体的抗争 是我们在希腊遇到的第四次 Vasalish和其他的希腊人一样 都过了难忘的国庆日 因为付不出房贷 而房子被收掉的女儿和孙子都搬回来 若有所思的 一家人又挤在火炉旁的小餐桌 吃希腊式烤鱼 喝了两杯园子里的樱桃 酿了餐酒后 Vasalish给我们念了一首希腊的诗 谢谢希腊诗人 在二次大战后 国家美好的年代所留下来的诗 让我们在美好之后 靠着智慧以允许